請問一下 阿寶老師 那個 青龍真枝蜜的玉米 它夏季的發芽率為什麼會差無好 如果傳那個LINE的照片給你 可是我在春秋冬 季種植 發芽率很好 就是因為我沒有冰箱冷藏的關係 嗯 你幾時哈 抱歉 謝謝大家 那你聽收音機齁 來 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融合一個這個品質 這種東西 它有一個適當的 這種 反正就是有一個比較適當的 一個栽培 因為反買大概就是兩個 有兩個不同的 這種 這個大的系列 所以一般來說 就是說你如果是 底下算 適當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最主要還是跟它的溫度有關 所以這個 在理論上來看起來 這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說 一定是怎樣 但是我會知道 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反正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 這個 在這裡可以給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那麼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 有時候 有時候 一個很要緊 反正很重要的一個點 我們 一定要去知道這個品質 這個品質 適合去栽種的一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所以 在這裡可能是一個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太適合 我對這個品質比較不太了解 所以 我在推測 我在推測 很可能就是說 它應該是比較適合 比較涼 一點的 這個 這種 材質的一個 這個時間 大致上是這樣 那麼 有時候是 這個 甜玉米 甜玉米的材質 其實跟溫度 有一點 有一些確實 就是說在這個有很大的一個 這個差別 這可能我們好朋友 他稍微來 問他清楚 不是說融合 不是什麼時候 他都適合去 適合去栽種 所以可能是 這種的解析原因 他會去影響到他的解析發芽率 一般來說 確實是影響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就說 他有不一樣的品質 這個對一個品質 適合在什麼時候 對一個品質 適合什麼時候 這有他的一個品種的特性 這個 我們一定要 尤其是 比較熱 或是比較 會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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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說在我們的種 尤其是甜玉米這種 他都要先問清楚 不然 有時候你如果太快 很熱 他可能又不太適合 所以就比較容易去犯這種錯誤 有可能會去出現到這種問題 所以問一下 我個人是說 是不是他的一個時間 正在播種的時期不能太過於高溫 所以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這個可以讓你一宗做個參考 大致上是這樣的 正在的 正在的